由廣州市廣播電視台製作出品的紀錄電影《無音之樂》 近日在140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 獲得2023年第13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紀錄單元 評審團特別關注作品大獎 電影通過講述特殊畫家陳元朴 來自陶強的一生 展現廣州當代城市風貌和人民關懷 姚安明報導 勇敢 無私 說到底 有時候我們似乎像在幫助他們 但實際上我們是在幫助我們自己 特殊畫家陳元朴自小有智力障礙 但對音樂和畫畫有獨特天賦 一生以音樂為靈感 創作了五千多幅畫作 從廣州市少年宮首位特殊兒童學生 成長到少年宮第一位特殊人士美術教師 他聽聲畫形的天賦 為他在藝術的世界尋找到快樂的天地 其實因為他是一個特殊人士 所以他很多時候 對於某些專業方面的東西 他會把持得很好 他的人生其實是 在病痛裡佔的時間 是很多很多 但他可以堅持到做到這麼多東西 而且影響到這麼多人 通過他自己的作品告訴我們 他會知道我生命的感受不太長短 音樂特別是交響樂 是阿珀繪畫的靈感來源 著名漫畫家廖兵興很關心阿珀 特別為他出版個人黑白畫策 題名為無音之樂 阿珀在2020年離世之後 廖兵興人民藝術基金會 也和阿珀的父母共同發起了撲育計劃 面向特殊青少年 支持特殊青少年藝術家的培養 延續阿珀的藝術創作理想 社會看見更多人看見 使他們的生活 使他們的生活 使他們的生命有意義 也不要成為他們家庭太大的負擔 影片通過多視覺多人物走訪等方式 追憶阿珀的人生 走入他的藝術和情感世界 廣州廣播電視台二十多年來 對阿珀持續關注 影片中運用了大量關於他的記錄片 專題片以及新聞報道珍貴片段 令更多人從阿珀這個窗口 去了解和關注特殊教育 感受廣州的開放包容和人民關懷精神 希望通過這個作品 令他們的世界更多 被我們普通觀眾去理解 他們的聲音 他們的語言 我們要用我們影像的方式去讀懂他 除了無音之外 廣州廣播電視台製作出品的 反映特殊群體生活的記錄片作品 今年還會陸續公映 以小見大 二點大面 展現當代廣州的人民關懷 廣州電視記者 袁慧明報導